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我老婆叫柳如兰,她虽然四十出头,但身材保养得非常好,不仅前凸后翘,五官也精致艳丽,身上带着一股熟妇风情。 她生过两个小孩,能保持这么好的样貌身材,当然是有原因的。 那些死贵死贵的保养品和化妆品,她买起来毫不手软,动不动就买一些理疗仪,经常在美容院和健身房办卡。 她每年在保养上的开销,比家庭总开销还大。 女人爱美是天性,想要养一个美女,怎么可能不花钱? 柳如兰保持靓丽风情,我也不吃亏,所以这钱花了也就花了。 为了养这个家,我早出晚归,熬了一年又一年,看着两个女儿一天天长大,我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充实。 直至某一天,柳如兰忽然告诉我,她怀孕了。 怎么会怀孕呢?我们明明做了避孕措施啊。 我十分不理解,前些年国家开放二胎,柳如兰想再要一个,那也挺好,因为我也挺想要一个儿子。 但如今再要一个,我真就负担不起了,所以我一直都很注意保险措施。 就算柳如兰上头了,我也坚决拒绝不做任何措施。 既然做了万全的措施,为什么会怀孕呢? 柳如兰不以为意,这有什么奇怪的? 一个普通人使用安全套,避孕的效果只有85%以上。 经过专专业学习的人,正确使用安全套,避孕的效果才能达到98%以上。 就算你做了错失,也有可能怀孕啊。 我还是有些不理解,可我完全是按照使用说明严格去做的呀。 柳如兰顿时美目怒瞪,柳梅倒数地说道, 照你这么说,意思就是怀疑我咯,觉得我出轨了。 有你的呀,现在连我都不信了是吧? 文言,我顿时有些莫名其妙。 我没说怀疑你出轨啊,你反应那么大干什么? 还说没怀疑,那你干嘛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会怀孕? 难道就不可能是哪个避孕套不合格吗? 看着他那愤懑不平的模样,我像往常一样, 温生软语哄劝,上交了这个月的工资, 他这时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一些。 你以为我乐意生孩子? 吃这么多苦,还不是为了你。 说完,柳如兰就静止出门,离开了, 说是要去医院做孕检。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本来我根本就没提出鬼的事情, 他反应那么大干嘛。 随后,我就上网去搜索避孕套的避孕几率。 搜完之后,我才知道, 这避孕几率根本不是这么算的。 根据统计方法导致的统计结果来看, 完全正确使用避孕套避孕失败的概率, 大约是12600。 而典型的避孕套使用方法导致避孕失败的概率, 可能大约为1520-92600之间。 这他娘跟中百万彩票的几率差不多大。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总觉得柳如兰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仔细想想, 二女儿也是类似的情况, 那时候我正在还房贷车贷, 暂时无力再养一个孩子, 可偏偏柳如兰又怀孕了。 事后他解释说, 是因为他忘了吃避孕药, 所以才会导致怀孕。 怀疑一旦产生, 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烈。 我想着想着, 又开始想到大女儿身上了。 柳如兰怀上她的时候, 确实是在备孕期间, 但那个时候她的月经期很不稳定。 最重要的是, 这些年来, 随着大女儿长大, 她的性格和外貌一点都不像我。 也有长得比较像母亲的情况, 但主要是大女儿长得也不像柳如兰。 我被心里的怀疑给吓到了, 一时间有些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要是一个搞不好, 说不定又要和柳如兰大吵一架, 家庭关系也会出现难以修复的裂痕。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只能向朋友求助。 很快, 朋友就回消息了。 老师疑神疑鬼, 也没有确切证据有什么用。 悄悄做个亲子鉴定, 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 这不太好吧。 说实话, 我出身于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 对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 感觉就像是瞒着自己的妻女, 怀疑她们。 有什么不好的? 这是对你自己负责, 对这个家庭负责。 看到朋友这句话,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个人鉴定不需要本人在场, 得益于发达的网络, 我只需要悄悄收集好鉴定样本, 将其寄过去, 过一段时间就能在手机上收到结果了。 将样本寄过去之后, 七天左右能出结果。 等待的时间让人焦躁, 我在家里坐立不安, 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一旦戴上了怀疑的有色眼镜, 怀疑就停不下来了。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柳如兰平时出门都打扮得精致靓丽, 经常去闺蜜家借宿, 以前我没有多想, 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可疑。 于是乎, 在某个周末, 柳如兰出门之后, 我找了个机会, 悄悄开车跟在她后面。 好在柳如兰的车迹很差, 她开车速度很慢, 我跟在后面并不吃力。 她出门的时候, 说是要去美容院, 让我给她转了一万多块钱。 但我跟在她后面, 感觉不太对劲, 这似乎不是去美容院的路啊。 慢慢地, 我看到她把车停在了一个大酒店的门口, 然后踩着高跟鞋, 兴冲冲地进去了。 当时, 我心里挖凉挖凉的, 感觉自己以前就像是一个傻子, 她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胸门一阵发闷, 气得不轻。 于是我连忙下车, 正所谓抓奸抓双, 我非得看看她到底和什么样的男人出轨了。 结果一问前台, 对方摇了摇头, 说顾客的信息属于隐私, 不能擅自泄露, 所以她不能说。 上楼的是我老婆。 我老婆去了哪间房, 我凭什么不能知道? 我气上头了, 思考能力也有所下降。 可能在对方看来, 我有些虎脚蛮缠, 但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前台有些焦头烂额, 说道, 先生, 要不这样, 如果您和他是熟人的话, 我可以帮您给他打一个房间电话, 就说前台有人找他, 这样可以吗? 我心想, 这通电话打过去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别的不说, 肩夫肯定会跑掉啊。 但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前台说什么都不肯泄露顾客信息, 所以我就只好让他打电话了。 你别说我是他老公, 就说是送外卖的, 把外卖放前台了, 叫他下来取。 我说道, 前台还是摇头, 抱歉, 我们也不能欺骗顾客。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轴的前台, 只能趁四周没人, 给他塞了几张钞票。 他收下钱之后, 还是板着个脸说道, 我最多帮您隐瞒身份, 就说楼下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找他。 你收了钱得办事啊? 我有些着急, 前台耸耸间, 示意我看前面的摄像头, 说道, 我们酒店培训很严格的, 要是不按规章来, 我可是要丢工作的。 这一刻, 我忽然明白柳如兰 为什么要选这个酒店了。 如此保护顾客隐私, 简直就是绝佳, 的出轨地点。 前台打完电话之后, 过了十几分钟, 柳如兰就坐着电梯下来了。 我们在酒店大堂对视, 柳如兰脸上满是惊恶, 随后慢慢地变为愤怒。 随后, 她蹬蹬蹬地踩着高跟鞋向我走来, 皱着眉头, 气势汹汹地问道, 你来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当时人都猛了, 明明是我来抓奸, 柳如兰反倒率先质问起我来。 我来干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自己说说, 楼上还有谁? 我人都快气炸了, 却不料柳如兰冷冷地说道, 楼上全是我闺蜜, 你要不信, 我就把他们叫下来。 说完, 她就拿出手机开始播号。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有些迷茫, 难不成真的是我误会她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 柳如兰的两个闺蜜下楼来了, 他们雄啾啾气昂昂地站在柳如兰身后, 不像是来解释, 反倒像是来助阵吵架的。 柳如兰逼势着我, 冷冷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怀疑我出轨? 还跟踪我? 你变态神经病吧? 我一听, 心里也有些窝火, 忍不住说道, 我怀疑。 你能做, 我就不能怀疑吗? 你跟我说去美容院, 结果呢? 怎么跑酒店来了? 柳如兰冷笑一声, 说道, 我和姐妹临时想去打麻将, 转头去打麻将不行吗? 这点事也要和你报备。 说实话, 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不占理了, 毕竟她两个闺蜜都在, 确实不太像是准备去出轨的。 你要不信, 我可以给你看开的房间是不是麻将房? 柳如兰步步紧低, 我忍不住反驳道, 打麻将要四个人, 你们这才三个人, 话还没说完, 其余两个闺蜜就开始阴阳怪气地说我了, 大概意思就是, 还有一个人正在来的路上, 哪知道我会跑过来横插一脚。 他们还说我动不动怀疑老婆, 一看就是那种小肚鸡肠, 情绪不稳定的男人。 反正话说得很刺耳, 可偏偏没有说一句脏话, 就像癞蛤蟆趴脚上, 不咬人隔应人。 因为我们争吵的声音有些大, 周围就聚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在他们看来, 是我老婆和闺蜜打麻将, 被怀疑出轨, 于是有几个大业大妈纷纷劝说, 让我大肚点, 一个大男人整天疑神疑鬼的算什么事。 这些话听着让人心烦, 也不知道这几个大业大妈跑酒店来干嘛, 总不会也是来打麻将的吧。 我自己也觉, 得这事是我不占理, 眼看越闹越大, 只好摁耐住火气, 拉住她的手, 说道, 有什么事, 我们回家再说。 却不料柳如兰猛地甩开我的手, 微微昂起头, 大叫道, 别碰我。 道歉? 什么? 我愣了一下, 给我道歉。 柳如兰的礼不饶人, 和平时在家里的一样, 恃宠而骄, 不道歉, 你还想, 就这么算了。 她身后的闺蜜七嘴八舌地又说起来, 指不定回家后怎么吵架呢? 说不定就成她的错了。 为什么不敢当着大家的面道歉? 不会是心虚吧? 看她那为难样, 肯定是不想道歉, 说不定还觉得自己没错。 我越听脸越红,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 迫不得已之下, 我只能小声了说了句, 对不起, 这是, 是我不对。 柳如兰还没说话, 她身后的两个闺蜜就率先喊了起来, 听不见。 姐妹们, 你听见了吗? 没听见? 鬼知道她在嘀咕什么? 我实在忍不住这种羞辱, 静止转身离开。 他们还在身后锅躁, 但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快步跑到酒店外, 我逃跑式地上了车, 深呼吸一口气, 感觉心里又烦又乱。 抓出鬼这种事, 谁没有证据, 谁就是无理取闹。 而且, 我现在也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 要是柳如兰根本没有出轨呢? 那我这种行为, 确实是对她的不信任。 回到家中后, 我决定等柳如兰回来了, 就跟她好好谈谈, 把态度放好一点, 免得以后她老因为这是和我吵架。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八九个小时, 柳如兰电话不接消息不回, 就跟失踪了一样, 一直没回家。 正当我准备去打电话找人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我开门一看, 来的竟然是丈母娘和老丈人。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有些疑惑。 没想到, 老丈人劈头盖脸就说道, 别叫我爸, 我跟你就不是一家人。 丈母娘更是白白手, 说道, 担不起你这声妈咯, 想分家的人, 留都留不住咯。 这话着实有些冲, 我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忙将他们请进来, 一脸茫然地问道, 怎么了? 为啥发提气啊? 为啥? 你还好意思问为啥? 丈母娘劈头盖脸一顿骂, 她似乎正在气头上, 劈头盖脸就质问我, 说柳如兰到底怎么对不起我了, 让我还跟踪怀疑她出轨。 我知道, 柳如兰娘家都是农村的, 对这方面的清白看得很重, 但我没想到他们的反应这么大。 而且我更没有想到, 柳如兰会把这件事告诉她爸妈。 以往我和她吵架闹矛盾, 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 只要是不触及原则, 我都会让不道歉。 但这一次, 柳如兰招呼都不打, 就捅到老一辈人那边去了, 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也越发感到烦躁。 有什么事情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 我承认是我怀疑在线, 但也不至于反应这么大吧。 这时候, 我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一个成语, 欲盖弥彰。 毕竟娘家人都找上门来了, 我至少要给个交代, 只好耐着性子解释, 说我之所以会怀疑, 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因为柳如兰又莫名其妙怀上了而已, 而且也没有闹离婚的想法, 对她的感情还是没有变。 但没成想, 我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丈母娘更生气了。 她还骂我有胆肿, 没胆子认, 怀疑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小孩, 想把小孩打掉, 才污蔑柳如兰出轨。 我说了很多遍, 我只是有点疑虑, 并不是污蔑, 也没有说柳如兰一定出轨了。 但老人家根本不听, 他俩把我当孙子一样骂了两个多小时, 这才愚怒未消地离开了。 没过一会, 我妈也给我来电话了。 你要是想好好过日子, 就别东想西想的,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信任。 你俩结婚都十八年了, 小兰要出轨早就出轨了, 何必怀疑人家? 听着老妈苦口婆心地劝说, 我只能苦笑着应对, 不停地保证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好不容易把它应付完之后, 我挂断了电话。 一个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突然觉得很累很累, 都已经一起过了十八年了, 也许真的如他们所说, 最重要的是信任, 老夫老妻了, 这点信任都没有, 确实会让柳如兰寒心。 我等了三个多小时后, 柳如兰终于回家了。 她回来的时候, 脸色潮红, 身上带着一股子酒气, 醉眼朦胧的。 我连忙扶住她, 问道, 你喝酒了? 柳如兰眉头一皱, 猛地推开我, 说道, 我喝酒你也要管。 我心情不好喝点酒, 怎么了? 跟你吃了大半辈子苦了, 放纵一下不行吗? 说完, 她看都不看我, 静止走进客厅, 把包往沙发上一甩, 进浴室洗澡去了。 我叹了口气, 坐回沙发上。 随后, 我无意间一瞥, 刚好看见被甩出包包的手机, 就这么放在沙发上, 嗡嗡震动着。 屏幕显示, 有人给她连续发了十几条消息, 但我看不到消息内容, 因为柳如兰用的是水果机。 水果机如果不解锁, 是看不到任何信息的, 只能看到消息提示。 好不容易熄灭地怀疑, 这时候又涌了出来。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柳如兰在浴室里洗澡, 我只要打开, 她手机随便翻一翻, 就知道她有没有出轨。 可惜的是, 我不知道她的手机密码, 以前也从来没有查过她的手机。 我叹了口气, 放弃了偷看的心思。 等柳如兰洗完澡之后, 她就回卧室躺在床上玩手机, 刷断视频去了。 我想要和她聊聊今天的事情, 却又无从开口, 只好也洗洗睡了。 上床之后, 柳如兰背对着我玩手机, 我几度欲言又止, 感觉十几年夫妻同床异梦, 有些心乱如麻。 等到十二点多, 柳如兰的手机还亮着, 可她却已经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她刷短视频刷着刷着睡着了, 估计是因为喝了酒。 我拿过她的手机, 正准备帮她关掉, 忽然一条消息亮起, 要我说, 你老公真好打发,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发这条消息的联系人是她的闺蜜。 我心里咯噔一声, 总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 看了一眼柳如兰, 确认她已经熟睡之后, 我打开了她的绿泡泡, 开始翻阅她的聊天记录。 这不看不知道, 越看越心惊肉跳。 柳如兰有个闺蜜群, 他们在群里七嘴八舌, 分享了今天的事。 原来, 他们今天确实是去打麻将了, 但是去打的是脱衣麻将。 包括柳如兰在内, 一共三个女生和一个男的, 在酒店玩脱衣麻将。 一把的底价是一千, 杠, 赖子, 红中之类的, 还会翻倍, 男的输了就要给钱, 女的输了就要脱衣服。 而那个男的, 我不清楚名字, 因为他们都是用名字拼命首字母代称, 叫他CWY, 似乎很早以前就跟柳如兰有一腿了。 然后, 我又按照CWY这个拼音去翻柳如兰的列表, 一输入尘字, 第一个就弹出上千条聊天, 记录。 我点看一看, 顿时如遭雷击。 柳如兰竟然从结婚时就已经和他出轨了, 两人似乎是在混什么奇怪的圈子。 他在聊天的时候, 对情夫格外的尊敬、 崇拜, 甚至是唯命适从。 更令我难以理解的是, 那个男的从来没有给柳如兰转过一分钱。 不仅如此, 柳如兰反而在一直给对方转钱。 就连今天给他去美容院的消费, 他都全部给了这个陈姓男子。 甚至于, 他还把自己的闺蜜介绍给对方。 比如, 今天的脱衣麻将, 就是柳如兰组的局。 陈姓男子书的钱, 全是柳如兰给的。 我越是往前翻, 心里越是愤怒。 直至我看到一段令人发指的聊天记录, 我整个人都猛了。 在聊天过程中, 柳如兰说, 他要错开议受孕日期, 并尽可能采取避孕措施, 防止怀上我的孩子, 确保生下的每个孩子都是陈姓男子的种。 并且, 柳如兰在怀上二女儿后, 她还极其谄媚地向对方邀功。 愤怒过头之后, 反倒是释然了, 有几分冷漠和无所谓。 枕边躺着的妻子, 在我眼里变得有几分陌生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如今得知真相, 突然有种释怀的感觉。 婚姻带给我的并不是幸福, 而是压抑中的希望, 唯一让我感到快乐的, 只有盼望两个女儿健康长大成人。 而此刻, 我却得知两个女儿都不是亲生的。 心灰意冷之下, 我没有第一时间找柳如兰对质, 反而开始保存证据。 我把她手机里的那些 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全都下在保存进我的手机里了。 除此之外, 我还转移了她手机里隐藏的那些照片, 还有许多不堪入目的视频。 为了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导致数据被删除, 我不仅在电脑上储备了一份, 还将这些证据全都上传到了云端。 不得不说, 云软件限速是真的烦。 我做完这些后, 天已经蒙蒙亮了, 不知不觉一晚上过去了。 光翻看那些聊天记录, 我就花了大几个小时。 下载的时候, 我也在看, 越看越不在乎, 觉得柳如兰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感觉她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了, 而是别人的玩物。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离婚吧。 当天早上, 我就和柳如兰摊牌了, 要求离婚。 柳如兰还有起床气, 说我发神经, 让我滚远点别烦她。 于是, 我想了想, 干脆打电话给丈母娘和老丈人, 说了这件事。 结果, 我刚说离婚这两个字, 对方丢一下句你小子等着, 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 就已经是战线了。 等了十几分钟后, 我正准备再打过去,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我妈打来的。 我犹豫了一会, 接起了电话, 喂, 妈, 你大早上的抽什么疯啊? 昨天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吗? 今天一大早就说要离婚。 庆家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说是马上要过去找你要个说法, 你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听到这些话, 我叹了口气, 说道不过了。 我妈听出我语气不太对劲了, 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柳如兰真出轨了, 两个孩子也不是我的。 此话一出, 我妈不吭声了。 半晌后, 她说明天就坐车过来, 不能让我受欺负, 该离就离。 我好说歹说才劝住她, 这是我自己能处理。 刚挂断电话, 门口就响起了 砰砰砰的拍门声。 我开门一看, 老丈人和丈母娘站在门口, 眼睛像是要喷火一样, 死死地盯着我, 用手指戳着我的心窝, 破口大骂。 说什么, 把女儿嫁给我委屈了她, 还说我良心被狗吃了, 就因为一点破事, 还要闹离婚。 柳如兰被这动静吵得睡不着觉, 她在卧室里喊让我们小点声。 我实在忍不了了, 直接给二老放了一段 柳如兰手机里的视频。 他俩看了一眼, 当场脸色就白了, 嘴唇哆嗦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随后, 我又给他们看了柳如兰手机里的那些照片, 有很多和陈姓男子的不雅合照。 他们越看越沉默。 是我在闹事吗? 我说离婚有问题吗? 我不轻不重地反问道。 他俩对视一眼, 随后丈母娘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女儿都给你生了两个孩子。 就算他不小心做错了什么事, 为了孩子着想, 你也不能这么草率地离婚啊。 还没等我说话, 老丈人就帮腔道, 谁年轻时没犯过点错, 抓着不放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难以置信地说道, 给我生了孩子。 这叫什么理由? 在你眼里, 婚姻就是在一起生孩子吗? 丈母娘说, 头等大事就是传宗接代。 不是说我女儿又怀上了吗? 没准这次是个儿子呢? 要是离婚了, 你老了都没人给你送终。 我差点气笑了, 实在忍无可忍, 说道, 这两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丈母娘和老丈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次他们的反应比看到出轨视频更加激烈, 直接就走进卧室, 叫醒了柳如兰。 一番询问过后, 柳如兰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可我没想到的是, 她第一时间不是道歉, 反而是质问我, 你怎么能偷看我的手机? 你这是侵犯, 隐私权你知道吗? 我算是明白了, 在柳如兰眼里, 不管是什么事, 都是我的错。 以前还只是以为她性格强势, 现在看来, 她根本就是看不起我。 没什么好说的, 离婚吧。 我不想和她再多费口舌, 感觉就是在浪费精力。 各自联系律师, 然后民政局见, 到时候做财产分割。 我叹了口气, 说道, 当初房子车子都是我给的首付, 还的贷款, 柳如兰就没去工作过。 如果打官司, 柳如兰很可能会净身出户, 因为她是出轨方, 孩子也不是我的。 说不定, 我甚至不需要支付抚养费。 显然, 柳如兰心里也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离婚打官司对于她来说十分不利。 所以, 当我十分严肃地提出离婚的时候, 她终于慌了。 但也仅仅只是露出几秒慌乱的表情, 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 很快, 她就像找到了反驳的论据, 当即又昂起了头, 争辩说两个孩子都是我亲生的。 就算我摆出聊天记录, 她也不承认。 我只是跟别人开个玩笑, 你就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认了。 十多年的感情, 你打算抛弃女儿, 你还算是人吗? 柳如兰的话就像是一根根钢针, 刺得我难以反驳。 她第一句话, 我只当她在放屁, 但是后面几句话, 着实拿捏了我的软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两个女儿抚养了这么多年, 要说没感情, 那是不可能的, 我根本舍不得把她俩交给别人。 但自己抚养, 心里始终有一根刺, 孩子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 让我如梗在吼。 一时间, 我左右为难。 柳如兰把我的犹豫当成了退缩, 她变本加厉地用女儿要挟我, 而且还摆明了把我当傻子, 非说两个孩子都是我亲生的。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冲她吼道, 我他妈比你更希望孩子是我的种。 但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这话你好意思认吗? 丈母娘和老丈人一见女儿受委屈了, 当即就把我推开。 丈母娘在后面哄着柳如兰, 老丈人则瞪着我, 指着我的鼻子说, 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乱说, 还问我凭什么能证明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我鼻子都快气歪了, 说道, 要证据。 好办哪。 打离婚官司的时候, 做一下司法亲子鉴定, 到时候就知道孩子是不是我的了。 这下, 柳如兰怎么说都不答应了, 她爸妈估计也看出了是怎么一回事, 一左一右开始铺洗脑劝说我, 这结婚过日子没必要斤斤计较, 糊涂点好, 有孩子就不错了, 别在意是不是亲生的。 你何苦去做亲子鉴定呢? 本来三个孩子可以给你养老, 现在发现不是亲生的, 你老了后怎么办? 我女儿怀孕生孩子等于走鬼门关, 你居然还在意是不是亲生的? 你老婆给你洗衣做饭, 带孩子十几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就因为孩子不是亲生的你就要离婚, 对得起你老婆吗? 两人说着说着, 自己都信了。 柳如兰缩在后面, 不知道给谁发消息打电话, 不一会就又, 有人过来砰砰敲门, 我开门一看, 来的是她那俩极品闺蜜, 一个比一个面相尖酸刻薄, 脸上也是浓妆艳抹, 一进门就美好气地阴阳怪气我, 然后奔着柳如兰走过去, 温声细语地哄她。 姐妹, 别难过, 遇到这种渣男就该勇敢点。 说白了, 还是男人不行, 十六年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别人的, 这男的精子一定有问题。 柳如兰还偏偏就信这一套, 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她还当着我的面, 和她闺蜜倾诉道, 你想想看, 孩子叫她叫爸爸叫了十几年, 她都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说她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我没觉得我出轨, 我不认为我出轨, 血缘关系那么重要吗? 别人没有能力生的人, 不是照样抱养吗? 听到这番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柳如兰越说越难听, 说着说着还抽气起来, 哭得梨花带雨, 仿佛她才是受害者, 而我是那个加害她的人。 我实在忍无可忍, 说道, 随便你们怎么说吧, 这官司打定了, 我们明正局见。 说完, 我就静止出了门, 也不管他们在, 身后大喊大叫。 那两个闺蜜还想拉住我, 都被我推开了。 出门之后, 我第一时间托人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律师, 加急预约。 我和律师咨询了一下后, 他皱起了眉头, 说道, 你这个情况, 不太好办哪。 要知道, 你房子车子都是婚后采购, 而且是婚后才还完房贷的, 并且还写的是夫妻双方的名字。 也就是说, 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要是离婚的话, 说不定反而对你不利。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一紧, 十分不理解地反问道, 凭什么? 他平时又没有收入, 不仅如此, 他还是出轨地过错方。 为什么反而打官司对我不利? 律师叹了口气, 让我先冷静, 然后解释道, 法律讲的是法理, 像你这样的案子, 我办得多了去了。 就上周, 也有一对夫妻离婚, 男的养了七八年的孩子, 结果发现不是亲生的, 女的就说孩子虽然不是你的, 但是我生的呀, 我是你老婆呀。 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不爱孩子, 你难道还不爱我了? 然后两人就开始打离婚官司, 结果呢? 男方请了最顶尖的离婚律师, 也就争取到让女方赔了三万。 即便如此, 在做财产分割的时候, 女方还是拿走了一半的财产。 说句不好听的, 三万块钱算个屁呀, 打官司, 请律师, 给孩子找新学校, 三万块一下就没了。 最麻烦的是, 您现在还不清楚, 自己要不要去争取抚养权。 要知道, 争取和不争取抚养权在法庭上是两回事。 我听到后面, 心都凉透了, 感觉自己拼命了大半辈子, 都只是在给别人做嫁衣罢了。 孩子是别人的, 房子车子存款也有别人的一半, 就连老婆就跟别人一条心, 我这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 正当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 柳如兰打电话过来了。 她不是来讲和的, 她是耀武扬威的。 估计她也咨询了律师, 知道了具体情况, 所以就变得有恃无恐起来。 我告诉你, 离就离。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 告诉你, 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 要不是一直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我会忍你这么多年。 你先抛弃孩子, 不仁不义, 就别怪我不顾夫妻情分了。 说完, 丈母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她估计是觉得我提离婚, 就跟修了她女儿一样, 让她们一家蒙修, 所以说话格外难听。 尤其是知道离婚也不亏之后, 她就撕下了最后一层伪善, 破口大骂起来。 这老太婆是农村来的, 骂起人来, 当真的花样繁多, 都不带虫样。 当时我开着免提, 估计是她骂得太难听了, 旁边的律师忍不住劝了几句, 结果丈母娘连律师一起骂。 律师铁青着脸听着, 我俩静静地等她骂完, 挂断了电话, 随后我和律师面面相去。 其实我刚刚想说, 这个官司真要打起来, 其实对你是有利的。 律师又忽然改口了, 我反问道, 怎么就对我有利了? 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律师神色不太自然地说道, 做生意嘛, 总要想办法抬高价钱。 我顿时了然, 不就是想顺势加点钱吗? 没事, 但你怎么又想着直接告诉我了? 我说道, 这老太婆骂得也太难听了。 我敢保证, 任何律师看了这个案子, 都只能这么打, 但我就不一样了。 随后, 律师拍着胸脯保证, 到时候打官司, 保证让我前妻哭着净身出户。 我看他这么有信心, 就全权委托他了。 到了法庭上, 真要打官司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紧张的。 反观柳如兰, 他们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毕竟, 只要分走我的家产, 就算他们赢了, 赔点小钱, 无伤大雅。 凡事都要讲法律, 法律不能被于情左右。 就算这件事看起来有些不道德, 不光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的当事人同样也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 如果仅仅因为一次错误, 就抹杀他所有的付出, 我认为这是对当事人极度的不公平, 柳如兰的律师在法庭上夸夸其谈。 最后, 轮到柳如兰出场陈词, 他声泪俱下地控诉我, 给我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状, 我含辛茹苦地养孩子, 和他一起过日子, 可他呢? 因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 平时还对我冷暴力, 眼看着法庭风向即将转变, 我的律师站起来了。 他拿出了一堆大额转账记录, 全是柳如兰转给情夫的, 然后说了一句话, 我们要指控柳如兰转移婚前财产。 一旦判定有转移婚前财产的行为, 性质就变了。 对方律师还想辩驳, 于是我的律师插着腰, 冷笑道, 这些转走的钱你怎么解释? 一个妻子给一个私下交往的人汇款, 而且还是巨额汇款, 你怎么解释? 无偿赠予吗? 你拿夫妻共同财产, 未经过我当事人的同意, 就转给别人。 来, 你说个合理的理由, 我很好奇, 这次还有什么借口? 对方律师哑口无言, 做回了原位。 老娘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管得着吗? 她挣钱就是给我花的, 到我手上就是我的钱, 凭什么不能转给别人? 你这是侵犯隐私权你知道吗? 我要告你侵犯隐私权。 柳如兰当堂咆哮喧喧哗, 法官敲击法锤, 让她冷静, 并进行警告。 而柳如兰无法无天惯了, 继续对着律师破口大骂。 法庭上可不会宽容她, 她当即就被律师处罚。 最终, 我保全了自己的财产, 但却没得到抚养权。 走出法院的那一刻, 我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突然感觉就像是一场梦罢了。 而柳如兰, 她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后, 情夫第一时间抛弃了她, 仅仅是因为她不能继续打钱了。 她必须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还要照料两个老人。 一开始, 柳如兰还苦苦哀求我复婚, 被我坚定拒绝后, 她失魂落魄, 没有下半生的依靠, 她又没有任何工作技能和工作履历, 一辈子怕是会艰苦度日。 果不其然, 后来我和客户去洗浴的时候, 看见她在当保洁。 因为年老色衰, 没有一技之长, 她只能从事这种体力劳动, 甚至连出卖色相都做不好。 当时, 我看着她勾楼的背影, 默默点了根烟, 内心暗自庆幸, 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